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811集 宠物 明河禁地是蛮荒几个禁地之一 而之所以被称之为禁地 是因为几处区域寻常魂修很难靠近 若是强行过去的话 都会出现生死之事 所以这样的区域 需要持着特定的令牌 才能确保无碍 如这明河禁地 就是因为在这里有一条河道 这河道白天时候是干枯的 看起来很是寻常 但只要凌晨一过 河道内就会幻化出明河 似乎明河的流淌 会在深夜流进此地 蔓延去远处的虚无 也正是因此 这里才成为了禁地 毕竟明河的存在 几乎都是处于虚无中 除非是一些特殊的手段 否则很少能显露在世人的眼前 可在这处区域 这条河道里 确实每天凌晨一过 明河就会出现 除此之外 在蛮荒所有被称呼为禁地的区域 大都会出差一些特殊之物 对于魁皇朝而已 这些特殊之物 无论是修行 还是修复魁皇城 这尊法器 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在这明河禁地 就有一种被称呼为 明彩虹的奇异存在 它会在深夜明河出现后 不定时的显露在明河上 维持的时间短暂 虽是虚幻 可若是有特殊的方法 还是可以将其收取 所以 在这几个禁地 都有魁皇城的军队阵守 而在明河禁地这里 就存在了一支三千人的大局 其内修为最高的 是一位元英大圆满的魂修 此人不是天侯 而是大天师的思维 其余魂修 大都是结单 这样的三千人 看起来 似很难起到 对白小春的保护作用 可实际上 他们是大天师的人 满朝权贵 或许 有人敢暗中 对白小春出手 可就算是四大天王 也都不愿轻易地 去招惹大天师 而若是灭了这支大军 就相当于是直接与大天师宣战了 他们在此的任务 就是收集明彩虹 当白小春带着周一星 来到此处明河禁地时 已经是他们离开魁皇城的数月后了 这数月里 依靠天州 白小春也不着急赶时间 虽然蛮荒穷山恶水 但却并不影响白小春的悠然自得 更是在途中 但凡路过猎魂家族 那些猎魂师都膜拜送上大礼 使得白小春日子越发舒坦 就这样走走停停 终于在这一天来到了明河禁地 他们来的时候还是黄昏 那支三千人大军 早就得知了白小春要来 在明河禁地外 整齐的排列 恭敬的等待 站在队伍最前方的五人 都是原鹰 最中间的中年男子 正是那位原鹰大圆满的军团长 他神色肃然 勉无表情 深厚的思维 两个原鹰后期 两个原鹰中期 此刻都默默站立 等待白小春 对于白小春他们也有了解 知道对方不但是地痞 练魂师更是一个跺脚 便可让蛮荒震动的大人物 尤其是他们身为大天使的思局 大天使已有旨意下达 让他们全权听从白小春的命令 所以没有人质疑 也自然不会出现那种不服气的角色 不多时 白小春所称的天洲 就从远处的天空缓缓飞来 到了此地的半空后 天洲一顿 周一星第一个跳出 落在地面后 他立刻警惕的看向四方 一副尽忠职守的模样 看得四周那三千人都愣了一下 很快的 周一星思确定了此地没有威胁 这才退后几步 向着天洲一拜 高声开口 请白大师 他这么一喊 那位军团长也迟疑了一下 赶紧抱拳 同样喊出 很快的 这三千大军都齐齐的传出声音 请白大师 白小春站在天洲上 背着手 赞上他看了眼周一星 这才一晃飞下 落在了这三千大军的面前 卑职武道 拜见白大师 白大师带有所指 卑职鞠躬尽瘁 必定完成 援英大圆满的军团长武道 深吸口气 向着白小春抱拳一拜 肃然开口 白小春心底受用 哈哈一笑 上前一把扶起武道 武道友不必如此 白某修为低弱 被大天使扔到这里 来感悟练魂 以后很多事情 还要武道友多多照顾啊 白小春笑容很是真诚 他性格就是这样 别人对他客气 他自然也是客客气气的 武道 赶紧露出受宠若惊的样子 更为恭敬起来 可心底啊 也是很受用 觉得眼前这位白大师 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是地痞 可却没有丝毫架子 同时也看出对方不简单 一句话 先是示弱 随后又点出大天使 更是说出自己并非长久待在此地 只是感悟练魂 暗中之一 是没有夺权的想法 虽然武道也觉得 就自己手中这点人 对方是看不上的 可还是在听到这句话后 心底很是舒坦 有了这样的印象 后面的笑谈自然顺利 在众人的簇拥下 白小春来到了这三千人 在明河禁地附近 修建的兵营内 礼让之后 武道将最好的一处屋舍 给了白小春 又与他详细的说了一下 关于这明河禁地的一些事情后 眼看天色已晚 留下两枚领牌 这才告退 这一处屋舍 并非四方开放 而是在一个院子内 四周有高墙封闭 使得此地如同是营中之城 无论是隐秘还是安全 都有很好的保障 而且屋舍也并非一处 而是有一竹两篇三节 白小春看了看 还算是满意 眼看武道走了 周一星立刻就在这四周布置阵法 使得其防护更为严密后 这才来到白小春面前恭敬开口 主人 方才那武道说的都算是实话 没有蒙骗我们 这禁地 的确每当凌晨 就有明河幻化出来 那个时候 想要靠近明河 需持有特殊的令牌才可 而传闻中 这里虽不是明河的源头 可却是生死交汇之处 所以明河才会在这里显露出来 而此地也是整个蛮荒 唯一的一个明河外显的地方了 因其特殊 所以对于炼魂师来说 在这里感悟 效果更好 而且此地明河出现后 会有无数的魂在其中 若有一定手段 甚至还可以 直接从明河里收取冤魂 只不过 此事 的确有些威胁 周一星低声说道 这些事情 之前武道也说过 而周一星 也有自己的方式去打探 相互结合后 得出真正的结论 白小春点了点头 远离了奎黄城的漩涡 来到这安静的明河禁地 白小春也觉得 轻松了很多 不用每天想着 如何去对付那些权贵 又如何提防 虽然他手中 没有了石魁大军 可也没觉得有什么气馁 主人 宋缺那里 周一星迟疑了一下 白小春一拍额头 他发现自己总是将宋缺忘掉 明明走的时候 安排周一星 将宋缺放入厨袋里带着 可这数月了 都没把对方放出来 我这姑父不尽职啊 白小春有些心虚 赶紧让周一星放出宋缺 当宋缺从厨袋出来时 他的面色都苍白了 赶紧的深吸几口气 这数月 他差点在厨袋里给憋死 看向白小春时 也有些优越 这目光让白小春尴尬的干咳一声 忍不住 又摸了摸宋缺的头 这一次 宋缺尽管不适应 可是却忍住 不敢躲 实际上 自从去了监察府后 他也渐渐察觉出 眼前这白好 对自己还是挺不错的 不但给自己修行的资源 以及保障了自己的安全 更是很大程度的 给了自己自由 甚至这段时间 他的身体也都在调养之下 恢复了不少 修为也都有了一些经济 他琢磨着 自己现在或许还超越不了白小春 可只要能跟随着白好 争取更多的修炼资源 那么在这蛮荒里 或许自己也不是没有可能超越白小春 就算我暂时还超越不了 可我现在的日子 一定比那白小春好多了 那白小春名气虽大 可如今 必定是如猴子一般 藏在一个 不能被人知道的地方 不敢露面 一旦露面 就会被人大杀 这么一想 宋缺忽然觉得 遇到白好 实在是自己的幸运 所以 哪怕觉得自己 似乎是被当成了宠物 可还是决定 必须要抱住白好的大腿 宠物就宠物吧 彻底是蛮荒 也没人认识我 哼 我就算是当宠物 也是当的地品裂魂师的宠物 那白小春如今 怕是连当宠物的资格都没有 宋缺安慰自己 深吸口气 甚至还在白小春摸他头时 主动的探了探头 让白小春摸的更为方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